既然現在大甲媽的這個軟轎 是還沒有進到大甲市區 不過可以看到 現在整個大甲鎮藍宮 可以說是人山人海 大甲城早被擊爆民眾超前進度 帶著靖香棋提早進到鎮藍宮內 來進行下馬儀式 廟內宋北之靖香棋排隊 等著過香爐 要來向媽祖病報 信徒完成九天八夜的繞境 現在下馬他有一個儀式在 所以他回來跟他說我們有回來 就是安全的抵達這邊 也感謝他的保佑這樣 雖然沒有全程 但是其實我們有一種 有始有終的那種建設 鎮藍宮周邊堪稱 繞境回軟搖滾區 廟方出估約35萬人湧入大甲 另外街道萬頭鑽洞 人海覆蓋柏油路 路邊電信灘得用搶食的 一整隻烤鴨少見的海陸大餐 炸魚炸雞翅炒小捲中捲 香腸霸氣給一整條 很好吃 他東西很多 這一次大甲媽繞境 這人潮非常多 其實媽祖原定在下午的三點 就是要來進入大甲市區 不過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時間已經四年了 媽祖的軟校是還沒有正式的 來進入大甲市區 所以這個廟方也是表示說 今年這個入廟的時間 可能會比較晚 媽祖軟校進入最後一天行程 軟校一度延遲約兩個小時左右 抵擋不住熱情信眾 只能緩速前進 香客搶先進入大甲城設法卡位 等待一年僅此一次 繞盡壓軸安坐一試 三星文綜合報導 列車車箱內滿滿乘客 如同沙丁魚般 車內通道被塞爆 鬥戰要下車 得用猴的拼命往外擠 還有人要下車 下車要經過層層關卡 但是上車更是難上加難 每班列車幾乎都是滿的 連擠都擠不上去 其實到晚一點 人潮一定會更多 月台排滿大批旅客 這是台鐵大甲車站 站內人員得用大聲工維持秩序 一看到列車進站 必須快狠準指揮人籠 大甲馬組繞境期間實況 尤其回卵最後一天 售票口超常排隊人籠 買到票還不一定能上車 要從進出口排到月台 先生去排票 有五至十分鐘了 我剛才二十幾年了 今年人好像繼續駛 是 新竹現在要回去台東港車站 應該要帶悠遊卡來的 還很久買車票 台鐵統計大甲馬組繞 來到最後一天 旅客爆量進出站人次 是以往四到五倍 加開十次班的列車 來輸運我們的六個月旅客 如果說您現在才要來 進行進鄉的活動 採用電子票證 或先行購買回程的車票 減少你購票等候的時間 就算加開列車班次 但非常時期 民眾除了要擠上車 得穿過各種人海考驗 鎮南宮搖滾區已是人潮爆棚 周邊形同繞進看台的車站 人潮也沒在客氣 還有等待鑽較底的人龍 一排就綿延了兩公里 即便不在主場核心 這樣的盛況深處看台區 依然很有Fu 相信我們綜合報導